哈喽各位旅行者们大家好呀 我是鱼豆 原神最近出了一个新活动 风行迷宗 玩家分为两个阵营 游侠与猎手 游侠进行藏匿与转移 躲避猎手 猎手则需要在限定的时间内 捕获所有的游侠 也就是传说中惊险 刺激的 躲猫猫 我 鱼豆 作为一个自宣躲猫猫玩家 在我那一片 堪称无人能敌 你那一片是哪 呃 那啥 这就是我家小区旁边的幼儿园嘛 好了好了 废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开始进入实战 作为游侠 我贯彻着一条方法 那就是知己知彼百战不带 正所谓站得高往的远 无论是清泉阵 还是无望坡 树上绝对是一个很好的藏匿点 树上长个草堵啊 长个捅啥的 那不很正常吗 在树上 我们可以清楚的观察到猎手的信息 如果猎手发现了我们的位置 我们也可以趁其爬树的时间 转移位置 作为猎手呢 首先要选对技能 我比较喜欢用神秘感育 和禁锢诅咒 准备阶段可以先看好游侠的跑路方向 确定一个大概的方向 禁锢解除之后 直接向确定的方向前进 这个游侠有点不冷静的 直接拿下 然后再看一下这个图的高点 也就是这棵树和房顶了 果不其然 藏在了房顶上 再次拿下 进行到这里 这剧游戏就已经猛了 只需要等待降落的眷顾智能就可以了 失去之后 直接开启大招禁锢诅咒 配合着神秘感育 确定最后一个游侠的位置 轻松拿下 好了好了 各位旅行者们 都有哪些神秘的藏匿地点呢 还有作为猎人的时候 大家都带什么技能呀 可以在下方评论告诉大家哦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啦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